從北斗的尾聲是讓很多人怕說 甚至還不少人失眠猶亂 那音樂在這個時候 就特別有暗打人心的作用 台灣有一段優秀的年輕的音樂家 透過的煙燒音樂 傳達對台灣這批土地的熱愛 這個本土的音樂團叫做 玩聲樂團 台灣的玩 玩聲的意思就是 台灣的聲音 他們用小提琴 大提琴頂頂的樂器 來演奏我們台灣的名謠 教團的創辦人 甚至來提出台灣性價的價位 怕想要來親戚到平衡的好行 教養音甚至是蔡茨亞 希望可以為台灣老下美好的聲音 進一步 要讓本土的台灣音樂 漂擁到每一個角落 希望有一天在台灣做愛情地上 大家都會以台灣自己的音樂文化為驕傲 有台電家秀雪音樂家 用心演奏 這是蔡茵池上台國小學生 所作詞的樂團 這位小孩表演完 所以要來親戚 是專業紀錄的音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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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現在的演藏你我都知道的選領 非常熟的台灣歌謠阿里山之歌 在那個樂團演藏的 天然是不一樣的關係 綜觀的氣勢 有人有驚有氣 這就是我們學樂團最大的特殊 這裡的音樂家變成郭之鑽的演出 有時候演藏到一半 還會驚到台下活動 用演藏到究竟的小孩的記憶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也彈得很棒 幾乎非常多的努力 才可以演得這麼好聽的音樂 讓我們欣賞還有聆聽 音樂的響念的刺激 在城鄉的確也是有差距 因為透過這次我們樂團 跟這個萬聖樂團的交流 以合作 特別是小朋友 像大朋友們 大個月大幾個他們學習 在技術上 在心理層面上 還有再說 向往樂器學習上 一定有向前無大步 萬聖樂團 團團 團團都是經過高等音樂訓練 不用出來有太多人 但是演藏 平常都是台灣本土外國 我們做人無法 客家風格 萬南瓜料定點 這次兩次走得更順利 我們怕一片香 用音樂做公演 最感動就是我們演完之後 那些孩子們感覺好像是 我不是第一次見到你 他們就是撲上來抱著 你是那種緊緊的抱著 你像是我女兒在抱著我一樣 對我來說是 心靈上的收穫 可以得到一種 平常在社會中得不到的解放 我不是 不然到平常的好好表演幾位 到永遠 西哥菜市的廟墊 都可以報為他們的表演中 像說 稍微聽高等音樂 一定就要到建設音樂聽了 才有心 每一個地方 都可以加作鄉東般的音樂電動 在教養院裡面遇到的院生 他就比這樣子 然後我過去之後 他就 他其實連話都不會說 他就是用比的 然後他比比很喜歡的三個字 然後他又比這樣子 教養院裡面 所得到的回饋 是我們整個行程裡面 最感動的部分 音樂給他們有感動 他們就會跟著搖擺 或者是高興 馬上就會有歡呼聲 或者他們會跟著鼓掌 或許這是跟聽音樂本身的說 人家說聽音樂要有禮節 或什麼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重點了 而是我們反而音樂家真正感受到 音樂帶給他們的真實的感受是什麼 萬聖請假 出發 趁一國底人真實自己的土地 才會用古丁樂 演織出傳統台灣的作品 堅持演織台灣很強的創作 奉用台灣音樂的所在 是我們新駕隊最大的力量 古丁樂跟本土的高雄 馬三行刺四人療傷背後 尊嚇的效果 用音樂的感染力 替台灣帶來最純粹的感動 會選擇去菜市場 去海邊 去淨灘 那這些其實都是 為了要讓音樂家去清淨這塊土地 可是他所帶出來的一些 附加的價值是大的 我們站在作為一個行政 其實常常都是在後台 看著觀眾的表情 看著舞台上音樂家的演奏 其實那一瞬間是很感動的 就是說原來我們從小到大 學的音樂 終於能在那一刻 我覺得互相有一個接觸 除了有騎腳順眼以外 我們先把團也要邀請國航國立 地名人數那就是去入家 共同參與 明天下禮的演出 同樣也贏了 講台會 謝謝 你當有喜歡莫非非的歌 《大都心滿》 是 來首吧 今天要介紹的 來首 代表你小時候 相思爬上心裡 這是 相思 這首歌叫小螞蟻 沒有吧 小螞蟻 對就是這個 他裡面的歌是 沒有 是對嗎 今天要歡迎林美修 跟朋友在台上 本鄉人生的經歷 我們跟他音樂的記憶 跟情緣 讓大家聽眾 不只可以聽的故事 團統歌也好 一出來 也將大家 堂到有冠冠的 過月來的 他們 有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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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冠軍 49歲 立體是 完成樂團的 創辦人 也是現任英國總角 參見樂團 將近30年 接近 集團 集團 劇中 傳統的 絲類 最可的 族人 跟最可創造人的 眾行 為了開放台灣音樂 他就會帶去學生教室 以後一千年建設相留萬星樂團 為了國風遊學的音樂音造家 作為台灣努力 我去做一些比較特殊的 應該說主題的表演的時候 比如說我跟布袋戲團出國 我跟劇團出國 或者是我在任何一些所謂的 國際藝術節裡面出現的時候 會被要求也會被講到說 你們是從台灣來的 你們台灣的音樂是什麼 對 那當我們學習古典音樂的人 這個時候其實對我們一個很大的難題 因為在古典音樂的領域裡面 並沒有所謂的台灣音樂 所以我才開始慢慢的 從我的音樂製作裡面 開始所謂的置入 我們自己的台灣音樂文化的元素 剛剛你開學校的時候 有當過實習老師 那那時候你就可以發現 其實音樂課 孩子們比較想要聽到的是 周潔倫或者是蔡依林 我覺得他們都是很棒的音樂人 可是他們打開電視或者是 就是透過各種平台 他們就已經可以接收到這些 那有些我們長久以來 文化累積起來的寶貴的東西 反而就被漸漸遺忘 由於驚悲世界 才經過知道 本土價值得的重要性 我們先把團團創立到現在 地地兩黨話 漸漸大鄉名號 這做台灣第十五里車 創新的家團 希望所有人都能聽到台灣的聲音 但是要將台灣音樂古典音樂 台灣話 一路驚來便不簡單 古典音樂演奏者 也會有所謂的一些派別的問題 我們就會被歸類在 我們不是古典音樂正統學員派 可是為什麼我今天拉了台灣的東西 我就變成不正統的呢 其實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觀念跟價值認同的問題 我們要認同自己 我們的文化才會有價值 對我來說很多人也質疑我 什麼叫做台灣音樂 其實你推到所謂的追本溯源 台灣好像只剩下原住民音樂 是不是其他都是外來音樂嘛 但是你如果真的再溯源下去 原住民的文化也是從南道語系過來的 所以呢 我把這個定義稍微做另外一個轉向 我說如果今天任何的音樂 要說是台灣音樂 只要它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留下足跡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是台灣音樂來看待 所以音樂發財是市場 現在在台灣民營中間的挑戰 但是萬聖教團不怕困難 一步一步外出拿到 適合美好理想 雖然賠錢或是不會賺錢 還是要做 這就是一個做音樂的 或做藝術的的一個精神 萬聖其實就是在盡 我們身為台灣人的一部分 這樣子的一個使命感 萬聖教團所演奏音樂 連結到立岸 連結到台灣 他們能對於這片土地 溫溫的熱愛感感情 補出本土的美妙各種 讓相信台灣的聲音 離國地降落 甚至世界各大 可以孤單的漂流 萬聖教團 全心忍 換 Twelve